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清水早期有多个眷村聚落,为了纪念当年眷村文化,将新一新村规划为眷村文化园区,园区本月规划清水眷村文物展,展览呈现关于眷村生活、军旅、思乡三部分的文物,还安排在眷村生活的洗脑导览,引领民众进入旧日巷弄,探寻时光的足迹。 港区艺术中心指出,早期信以新村隶属空军单位,其住户大多来自于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及降落伞修制厂的员工,而为音音清水眷村独特的后勤技术背景,本次部分展品是由居民亲自打造,越用飞机废料与降落伞脚料所制作的生活用品。 另外特别吸睛的则是利用一整个展间来呈现降落伞的样貌,民众可以亲眼一趟降落伞真实的材质与构成形式。 观众可经由家书展成,呈现了因时代变迁而亲人分隔两地的时代缩影。 书信中互素的情感羁绊与世事变迁的无奈,令人动容。 此意展现了眷村文化包存在物质文物之外,另一种关于人的内在情感轨迹与存在处境的呈现。 港区艺术中心于16日上午10时,邀请清水眷村的援助互同长春进行现地导览,带领大家更了解此次展览文物的细节与故事。 也可经由同长春的导览,更认识园区的点滴,同时欣赏园区写取自信以新村的历史。